而另外台湾有一群民众在这个半夜是吓坏了 以为发生地震了吗 还是空袭警报 这是台中市警察第三分局部分派出所呢 在18号凌晨4点21分 怎么防空警报声响突然大作 持续3到5秒的时间 不过呢 这让附近的居民从睡眸中都吓醒了 以为是不是地震来了 最后证实原来是警报系统一度故障 模拟的防空警报声响 一长音两短音 乍听之下没什么 不过要是拉高分被从派出所顶楼 大型的风鸣器发出 时间点就在七成 可把附近的居民给吓坏了 没有啦 最近日本这样的东西 怕得到的问题 是什么人影响到的 小孩子吓到啊 怎么说 对啊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按下 突然就有那个声音了 派出所顶楼的警报器 18号凌晨4点21分 突然传出警报声 持续三到五秒 而且至少有两个派出所 都发生相同情形 追查之下才发现 原来是控管警报的 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当天是我们系统单机的 那个故障 产生的误明 启动发放 那个警报音响 电路板密密麻麻 其中一部分一度发生故障 才让警报器误明 民防管制中心自动系统出包 当天清晨担心警报声 扰人清梦 赶紧请派出所远警 手动关闭 电脑那个效应键 按下去 让声音发不出来 另外马上把电源关掉 另外一清晰 报到我们民管中心 我们马上派人来检修 台中市控管的99台警报器 每天上午8点25分 都会测试明放 这回电脑出包 明放的时间突然提前到清晨 原本民众对日本地震 阴霾未减 天都还没亮 警报器就响了 让大家续进一场 中文系友林宾张军 到台中采访报道